歡迎回到每隻一股的環節 我身旁的嘉賓就是高級分析員 遠慈在Harrie 和大家推介新秀來編號1910的股份 Harrie 你好 剛才說了今日想說兩大特點 第一個就是品牌方面定位清晰 以至公司都可以看高一線 第二個特點就是持續收購可以推動業績的表現 先除了說如何推動業績之前 也先跟進13年方面的全年業績 四個大衆想和大家談談 私事政額方面 按年來升超過1.3 去到20.37億 經調整國的伊別打也升超過1.7 去到3.35億 純利方面去到1.76億 按年來升超過1.8 至於滿股盈利方面 也升接近1.3億 去到12.5億 應該怎樣看這個業績 望數字 全部都有一個雙位數的增長 似乎不錯 應該怎樣看整個業績 有一個不上市費用 所以為什麼會突然間在純利那麼波動 跌七成又升七成 發生什麼事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對於新秀例來說 只是那個上市費用 所以你會看到 經調整EBITDA方面來說 很平穩的 我們看到 2012年好像害怕那一刻 就是全球經濟放緩 少多人去旅行買GIP 但其實回到1.3年 甚至我預測1.4年 就是下星期出業績 應該會有一個平穩的增長 所以看法上來說 這個股份 我們看到品牌很清晰 定位很漂亮 也看到外國品牌 我們沒有什麼民營 假數的擔心在那裡 所以我們分析要下去 就是究竟在哪個市場 最為一個分佈裏面最多的 在地區市場裏面 我們看到 又是紅紅綠綠 看到就是亞洲市場 其實真是新秀例裏面 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市場 但是其實 那個市場的定位上 2013年 那個增長力度來講 保持到一個雙位數字 但問題是出現了的 其實南韓市場 他找了都教授過來 做一些品牌的代言人 很大動到南韓的銷售上升 但是其實亞洲市場裏面 中國就出出的事 就不是很增長的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2012年去到2013年 你見到佔比上來講 還要少了 所以就是說 其實整份業績來講 2013年 北美洲那方面 大動比較多一些 所以就見到 都有31%的增長 但是 這幾個地區品牌來講 最賺錢依然是亞洲 因為亞洲 人們都會買 Samsonite Red 和他本身 Samsonite這個品牌 定位上面高一些 毛利也會高一些 而那個 譬如歐洲 或者美洲的市場 雖然都有個復甦在 但是他主打的品牌 是American Tourist 比較低價的用品 所以純利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看到品牌上 是亞洲市場有些困難 接下來我都會覺得 看回亞太區的市場 可不可以受惠於 整個東協地區 或是中國的經濟復甦 可以有個發展 你計算品牌上面 叫做比較健康一點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見到 七成是來自新秀麗 新秀麗有三個品牌 Black Label本身的牌子 和Red 就是三個品牌 分得開一點 而American Tourist 都佔了兩成 為什麼我會叫健康一點 因為如果我 一個Prada圖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見到 Prada佔了九成的收入佔比 MiuMiu只剩一成 那些紙品牌是不行的 這就是我們見到 新秀麗在品牌上 定位相當出色 而令到市場 其實在佔比 或者在未來的業績上 品牌的分散程度 會越來越健康 所以接下來來說 看看本身的收購表現 會不會令到整個業績 或是順利 繼續有增長動力 要說到它的收購 也有好幾項 收購業務也挺有趣 圖比上面也見到 會是收購一些旅行行行 歐洲方面的公司 接著收購一些 iPhone case 以及背囊 其實這些動作 他背後想有什麼計劃 我們見到 他做了很多收購 這上半年 跟新秀麗本身的品牌 定位其實都很不同 這次我們每搜一股 主要介紹大家 一個本身的零售股 如何打它的品牌 這隻牌子 我覺得很適合你的 這隻 新秀麗我們說的是什麼 我們說的是很硬正 很實用 可以用來擲的行李箱 就是一個2005年開始創立的 一個法國的品牌 今年也是收購了 他做些什麼 比較輕便些 Fashion 就是Mac可以拿去法國 拖著 很輕便的一個品牌 而這次這個品牌 你算整個銷售力度 或者現金代價 就不是很高 只不過在品牌定位上面 我猜著 接下來它都是打過歐洲市場 可能在新秀麗自己 都會注入他自己旗下的一些產品 在這個品牌上面擴大它來做 打一個比較Fashion 一點的市場 這些Fashion 譬如說是尼龍邪文布 製造這些行李箱 其實毛利率會比較高 因為放一些材料 不用那麼重 如果你打一個品牌 可以走到一個Fashion的市場 對於新秀麗的毛利率 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看收購來說 新秀麗也要講一講 就是它接下來的發展 其實旗下 除了新秀麗之外 還有High Sierra 其餘的牌子 其實本身我猜 管理層 也可能會想 市場 尤其是旅行Gip的市場 好像健健地頂 因為我都沒有提及 新秀麗一定是龍頭大哥 它本身的市佔率 是20-30% 在全球的市佔率 接下來 我想有其他品牌 會繼續持續地收購 我想接下來 令到它本業績更加漂亮 是的 你收購這一個 就是一些比較輕巧 Fashion 一些的Gip 都可以理解 因為跟它本身 Samsyn來的那些很不同 接著這個 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會去買iPhone Case 跟它本業做一些旅行袋 真的很不同 其餘 譬如上半年來講 都是做了另外兩項收購 給大家的感覺上 是否不無正業 搞什麼 這個Spec 本身我都認識這隻牌子 為什麼呢 就是那時候 iPhone 4買回來 天線出過事 然後蘋果送iPhone Case給你 然後就送了這隻牌子給我 所以我才有些認識 這隻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講那些iPhone Case 不會貴的 三百多四百元 過的名牌Case 所以就看到 它本身這個 所謂智能手機保護學 其實它大部分都做iPhone 如果你說以往那兩年 真的買了這個品牌 我就不太太好 因為iPhone不太好 但是今年去收購的時候 我會覺得 iPhone 6好像很 是俄替股 好像很厲害 所以我會覺得 花一點錢 去做一些現金的收購 來講 我會覺得 未來的發展上 可以diversify 到 而另外一方面 當然就是 除了這個Spec之外 下一版我們見到 就是一個背囊 這個背囊 來講 亦都是 跟新秀麗的本業上 會比較近一點 始終都是一些背包的東西 這個品牌上 我中學年代已經見過 那時候也是 一個比較高端的專業背包 如果你說銷售剩額 是慢了下來 但很穩定的一個業績 所以我們在收購上面 我們見到 它打一個品牌 定位控清晰 除了在深度上打下去 在一個闊度上 亦都會有一個 擴闊的一個情況出現 接下來我相信 那份業績 半年這份未必看到這個 的景況 全年來講 可以慢慢見到 一些協同效益出回來 不聽 Harrie這樣說 門支部署的股份 都應該了解 多一些公司的業務 和策略 才知道 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但是 講完一些特點之後 有什麼理好因素之後 都有一些風險都要留意 既然是用非港元來做貿易 都有一些匯率方面的風險 應該怎麼看這個風險 匯率市場來說 尤其是它打東南亞市場 我會覺得 我們由佐丹奴那份業績 我們都見到 匯率方面 可能會拖低它的業務 另外一方面 其實變相是在買一隻旅遊股 因為它是賣行李箱的 所以如果你說環球市場 說上半年 其實都是一般般的復甦 的話 接下來的半年業績 可能有少少增長貨幻的趨勢 出來 而市場競爭 都是相當激烈的 其實 對於Samsung來來說 這方面 不會有太大的擔心 始終市場 會再收購它的競爭對手 所以利潤表現上面來說 我不會太擔心 只不過 在風險1和風險2上面來說 大家是要關注多些 第二個就是環球經濟復甦方面 都是旅遊方面的影響 旅遊方面的消費 第三個就是市場競爭激烈 其實已經很多人認識 競爭激烈是在於 對手很強 還是對手多 如果你說競爭方面來說 我會覺得 對手的款式 有時都會做到它的獨特性 譬如說 如果你說計算其他品牌 如果它打高檔的市場 它面對的對手是LV的 那樣的牌子 所以就是在那個毛利上面 很難說再擴闊 而另外一方面 就是那個毛利的表現上面來說 現在一個Samsung來的行李箱 真的很貴 如果你搞到 四千幾五千元去買個行李箱的話 我相信對於它的利潤 不會說有太長足的表現 好 全面理解你的股份之後 最後要跟進一下 投資建議 現在推介這隻股份 現價來說 正在24.50元 暫時來說就沒有升跌 應該怎樣做部署 對 貴PE的 25倍 它都沒有試過便宜 老實說 所以我現價建議大家可以入一入 但是 中線部署來的 下個星期出業績上面來說 都是有個平穩 大家不要期望一下就爆上去29元 我會覺得 尤其是市況 大家剛才都說到 是在追落後的股份 如果你買或者留意的時候 你們在想一些中線 和它的品牌上面的部署 好 麻煩你 Harry和你推介了 三神迷差1910這隻股份 這次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新報 本身自己有沒有持有新手禮 這隻股份 沒有的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將會是問答環節